有安全的工作環境給我們的同事 我留意到剛才在一地兩檢的會議裏面 當保安人員執行主席的命令 將兩位議員帶來會議室的時候 那兩位議員是沒有遵守主席的命令 也是拒絕合作的 也有議員衝前去阻止保安人員執行職務 這些議員對我們的保安同事執行職務 是構成危險的 行管會是會保留追究的權利 最後我想提醒議員 根據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法第382章第19B條 任何人妨礙正在執行職責的立法會人員 是屬於違法 我希望呼籲議員 雖然對條例有不同的看法 必須要遵守法律 亦都要必須要令到我們的保安人員 是有安全和合理執行主席的裁決的時候 是受到保障的 主席有保安員在前面受傷嗎 當然你會看到是混亂的 有保安人員說手指被人咬 亦都有人被人 後面是被人去好像找個手肘撞到 那這些是故意的 要是否不是 就未知的 但是我都不希望 在一個有爭拗的條例草案審議那裏 是有人犯法 或者有人受傷 我覺得 為何出來呢 大家都預計 有混亂場面的 我希望提醒議員 不要以身是法 treadmillASHIQU creator 每個主席 去怎樣處理會議是主席的做法 不應該由立法會主席去評論 剛才說要咬保安的手指是誰 即是用口咬還是手指 咬 咬 咬 不是咬 如果有同事或有保安同事是投訴的 行管會就會在行管會的下一次會議裏面去討論 討論之後就是行管會的會員決定怎樣去做 我們會跟進 暫時是沒有的 主席想問方剛才特別提到 在權法上如果法官員會執法 可能會違反法律 下午會叫議員不要搞亂當 否則可能會報警 我只是提醒大家要小心 不要以身是法 因為法律是很清晰的 所以我也希望在立法會 雖然這條這麼具爭議的條例 不要有議員去 無端端去觸犯了法例 所以是去提醒他們 如果法官員會不會按照 法官員會不會按照 法官員會不會按照 對方有的 那些人會不會按照 或者它會不會按照 如果法官員會不會按照 第一件事 我未有收過 所以為何要撤回呢 我不知道 所以第一件事我都要等到有議員去給我 notice 我原來才去處理 其他事情我都不可以評論的 OK 麻煩你了